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谁就遏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 中国以前能源环境有多差 2004年 美国做了一件让东南亚非常愤怒的事情 他们与新加坡达成协议 准备在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 并且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 这个消息迅速引爆了周边国家 自上升级80年代后 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主的地位 就开始推行海上全球战略 在全球16个海上咽喉通道附近 设置军事基地 控制全球经济 马六甲海峡就是东南亚的咽喉之一 这里每年有超过5万艘货船通行 货运量位居全球前三 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货物和石油 大部分都得从这里走 而且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又窄又长 距离最近的地方只有2.8公里 现在美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 就可以轻易地封锁海上通道 直接威胁到中日韩、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的海上通道 尤其对于中国来说 每年有五分之四的石油从这里经过 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谁就遏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 因此马六甲一直有中国安全之痛的说法 中国有一位能源专家曾用 不堪一击来形容马六甲海峡 以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 不管是谁都可以轻易威胁到中国工业 2003年时 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六甲海峡困局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2004年 美国就急着派兵过来 毫无疑问就是针对我们的 马六甲困局一直困扰了中国整整20年 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困局做了很多努力 在巴基斯坦建设港口 在西北建设石油通道 但这些依然不能解决我们的能源困局 一旦中国和哪个国家闹些小矛盾 他们就敢正大光明地拿马六甲来威胁我们 2023年 中国和印度有些小摩擦 很多印度网友就叫嚣着要封锁马六甲 只要几个月 就可以让我们的石油耗尽 你看看 油管武缠都敢在网上对中国进行封锁 可见 中国能源困局几乎是全球公认的难敌 然而现在 中国能源困局竟然改变了 在2024年发生了转变 美国彭博社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光伏巨头的影响力 已经超越了石油七姐妹 这篇文章出来后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石油七姐妹指的是 爱克森 美孚 海湾和英国石油等 七家西方石油巨头 在上个世纪时 石油七姐妹垄断了全球大部分的石油生产 运输以及贸易 最巅峰的时候 石油七姐妹掌握着全球92%以碳面的石油储量 以及一半以上的原油生产 他们抖抖腿 全球经济都得正一正 一旦七家石油巨头联合起来 那么就可以轻易控制一个国家 甚至是全球的石油价格 20世纪50年代时 中东开采石油最低的成本 大概是一桶十美分 当时美国本土因为受限于 页岩油的开采难度 成本高达1.65美元 两者相差10多倍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 美国页岩油没几个人买 然而石油七姐妹 为了让美国石油也能卖出高价 就联合起来把中东石油的售价 抬高到1.97美元 这样一来 美国生产的页岩油也能有利润了 可以说早期的石油七姐妹 就代表着全球能源的话语权 直到中东各国学习七姐妹 成立了欧佩克组织 这才有了能和石油七姐妹抗衡的力量 但也仅仅是抗衡 石油七姐妹 至今仍然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再回头看美国媒体说的 中国光伏巨头影响力 已经超过石油七姐妹 那还是非常吓人的 在中国人眼里 光伏产业真就是人见人贤 时不时的欧美制裁拧一下 或者来个产能过剩 溃本销售 就连股民手里的光伏股票 都趴在谷底起不来 纯纯就是赔本转腰喝 明明中国光伏过得也不好 为啥美国还有人认为 中国光伏企业话语权很大呢 美国媒体提了一个非常新奇的角度 那就是能源转化量 在他们看来 石油天然气之所以能卖出高价 重点不是石油天然气本身 而在于向工业提供的化学能量 比如石油 它可以作为内燃机的燃料 让汽车能够行驶 其实就是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和电能等等 因此谁提供的化学能量多 谁就掌握了能源的话语权 如果从能量转化角度来看 国际石油巨头艾克森美孚 一年能提供的能源 大概是8.3艾胶2 而我国通微在内蒙投建的一家 40多万吨的多金硅工厂 每年可以提供的能量 就高达9艾胶2 比艾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巨头还要多 也就是说 单纯从转化能量来看 中国通微 鞋星 融机等7家光伏巨头 提供的能量份额 已经比石油妻姐妹还要大 这个观点确实非常新颖 而且挺有依据的 除此之外 还有能量转化率 光伏也是占据优势的 油气等传统能源 在能源利用率上也是比较低的 就拿汽车来说 内燃机的热销率 一般在30%到40%左右 像比亚迪前段时间推出的 全球最高效的内燃机 热销率也就46%多 而作为对比 一般的电动机的能源利用率 都是85%起步 如果电动车上用的是泳磁电机 那么它的利用率可以超过90% 是内燃机的两倍还多 并且电能传输效率也高 每1000公里的损耗 也就2%到5% 传输成本非常低 所以从能源利用率上来说 太阳能的优势 也比传统的油气要高得多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光伏产品可以用很久 传统的能源储量是有限的 开采的越多 能源价格就会越高 早期时 一桶石油只有几美元 如今已经暴涨到了80多美元 如果按照这种速度 一直开采下去 那么加来石油的价格 真就看比环境了 但是光伏却不一样 它的生命周期长达30年 一旦生产后就可以一直用 而且随着技术的提高 光伏的价格将再次下降 这就很有意思了 咱就不说什么环保 就说实际一点的 一种是价格不断上涨 效率还低下的能源 一种是价格不断下降 效率越来越高的能源 如果顺你 你会选择哪一个 答案当然是光伏了 可以说光伏取代传统能源 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2023年 全球在太阳能上的投资 首次超过传统的石油行业 如果算上整个清洁能源 就是包括太阳能 风能水电的清洁能源的话 全球各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入 已经连续8年超过了 化石能源的投资 世界各个大国 几乎都在布局光伏的清洁能源 比如美国在2021年 公布了一项计划 2035年时 美国的所有电力供应 都是清洁电力 其中 太阳能将在2045年时 占到全美提供的45%的电力 欧洲计划从2030年开始 欧洲所有的新建住宅的屋顶 都要转上太阳能 就连中东土豪沙特和阿联酋 都制定了清洁能源转型计划 要用光伏来发电 在这种驱使下 转型决心最大的 反而是传统石油巨头 比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Date Oil 直接将公司名称改为Aquina 抛弃了原有名称中的Oil 也就是石油 还有全球著名的石油巨头 道达尔 把公司名称从道达尔改为 道达尔能源 英国石油会改名称 超越石油等等 全球各国的石油巨头们 生怕自己在这场能源浪潮中 落后别人 所以美国媒体才说 光伏巨头的影响力 正在超越石油其姐妹 甚至是撼动传统能源话语权 20年前 中国能源还是一步死骑 不仅严重依赖进口 而且主要通道随时可能被锁死 20年后 在中国一步步步局下 我们不仅旁活了这盘骑 而且还掌握了主动权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 中国光伏产业就是鸡肋 但其实 它已经成长到了 不可撼动的地步了 中国光伏产业有多强的 中国想要哪个国家的光伏产业领崛起 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是不是听着挺夸张的 但其实这是真事 太阳能技术最早是由美国发明的 不过美国没有特别重视 反倒是隔壁的欧洲 因为缺少化石能源 又想要突破美国卡脖子 因此就搞出了一个环保概念来 大力支持安装太阳能发电 率先推出太阳能补贴计划 2000年左右 咱们中国光伏技术实在不咋样 只能作为西方国家的光伏面板代工厂 从低端做起 我们高价购买欧美的核心零部件和技术 然后生产后再买给他们 挣点苦哈哈的辛苦钱 2012年后 欧美作死开始提高关税 制裁我们 咱们光伏企业刚开始被打懵了 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 只有最有实力的那批还勉强撑住 这些企业被逼得只能去研究核心技术 这下好了 原本属于欧美核心的零部件 都被中国企业给研发出来了 而且有些技术和工艺还超越了他们 于是中国光伏产品突然变得更强了 就算是加了关税都吊打欧美光伏产品 然后欧美的骚操作来了 他们又加大力度制裁中国光伏企业 而中国光伏企业也搞出更强的零部件 以至于 咱们被制裁的越多 技术储备就越强 不仅把整个产业里都给攻克了 还远远甩开了欧美企业 2023年 中国光伏企业占到全球的75%以上 光伏电池片占到全球的80%以上 规骗市场份额更是占到了惊人的95% 中国光伏企业就像开了无双buff一样 不仅打不死 还越打越强 如今在光伏这个领域 中国抖抖腿 整个产业都得发生大地震 着实离谱啊 同样离谱的 还有被中国逼疯的美国光伏产业 2012年后 美国就对中国开启了双盘调查 加了很多关税 但是没有光伏产也不行啊 于是 他们就开始扶持东南亚国家 给他们减税 甚至是不收税 想用东南亚国家来取代中国 原本大家都以为 没有了美国市场 中国光伏企业过得会相当简单 但是没想到 中国光伏企业还没到 美国企业先受不了了 他们集体将东南亚国家都给告了 说他们是披着东南亚外衣的中国企业 涉嫌反倾销 这就把大家搞懵了呀 等消息披露了 很多人这才知道 原来东南亚国家的光伏 的确是中国企业在扶持啊 美国给东南亚国家减税后 中国光伏企业就看到了机会 把廉价的光伏零部件 拉到东南亚国家 在那里组传后 再出口到欧美 有了中国技术和资金的帮助 东南亚国家生产的光伏产品 比美国性能更高 价格反而更低 因此很快就重新霸占了美国市场 2020年左右 美国有四分之三的光伏组件 都是由东南亚国家生产的 欧美光伏企业过得相当憋局 刚把中国赶走了 又来几个东南亚国家 关键他们还是背靠着中国的 一气之下 欧美光伏巨头 就在美国把东南亚国家给搞了 美国政府听了野头大 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猫腻吗 当然知道了 但是知道了也没啥好办法 美国需要性价比高的光伏组件 东南亚国家又没有这种技术 如果不让他们和中国合作 先不说东南亚国家答不答应 就是美国自己的光伏产业 都发展不起来 因此他们也就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东南亚国家有了技术和就业岗位 中国光伏企业挣了钱 美国买到了廉价的光伏产品 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现在欧美企业联合起来 把遮羞布给掀开了 美国就没办法装看不到了 于是只能开始制裁东南亚国家 转头支持南美的墨西哥等国家 结果没多久 美国又破防了 原来墨西哥等国家的光伏 也是中国企业在做的 中国没有个光伏产品 直接卖给美国 但美国买的每个光伏 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 还有更助行的 2023年 因为制裁中国企业太多了 美国光伏供应链直接断裂了 打又打不过 离开又不行 美国光伏产业几乎被逼疯了 中国光伏企业强在哪里 就是离了我 谁也玩不转 但是有了我 我就能让你快速崛起 其实特斯拉就是典型例子 2023年 特斯拉正式宣布 在上海建设超级储能工厂 一旦建成就将复制 特斯拉汽车的提起 马斯克为什么总是在中国建设 第一家海派工厂 原因很简单 中国不仅拯救了特斯拉汽车 也拯救了马斯克 信心念念的能源计划 时间回到2016年 马斯克发布了 宏都计划第二篇 按照他的规划 特斯拉销量高了之后 他们将正式开始做太阳能业务 甚至在全球推动能源转型 而特斯拉也不仅仅要做一家汽车公司 还要成为一家全球能源巨头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规划 接下来几年 特斯拉就疯狂地在储能上布局 不仅收购了美国第二大太阳能公司 Solar City 超级电容器企业 并且发布了太阳能屋顶设备 以及储能系统等等 正式进军太阳能领域 然而 马斯克很快就被美国制造业 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由于缺少光伏产业链 马斯克的太阳能屋顶和储能产品 不仅价格贵 而且产能还特别少 价格买不出去 马斯克做了很多努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猜猜最后怎么解决的 就是靠中国光伏企业 2019年 特斯拉在中国上海建厂 马斯克因此借出到了 很多中国光伏企业的机会 可以以很低的价格采购电池片 然后特斯拉就推出了 第三代光伏物顶产品 价格比上一代便宜了40% 还有储能设备 也是由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2022年 特斯拉储能设备销量暴涨 美国的工厂产能又不够了 因此又想到了中国 这才有了上海储能超级工厂 在这里建厂 有世界上最全的光伏产业链 有最便宜的零部件 性能最高的光伏组件 特斯拉储能躺着都能做起来 什么是影响力 这就是影响力 中国光伏企业 正在成为和当初的石油七姐妹一样 可以轻易改变一个国家的光伏水平 但是我们又和石油七姐妹不一样 中国光伏从来没有操控市场 而是和大家平等地做生意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您觉得做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能得到您的关注 点赞 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